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2月8号星期日 大家好 华盛顿邮报披露了 王立强提供给澳洲安全情报部门 我当时说他好像是十几页 他写的是中文的 后来翻译成英文是17页 英文的声明 华盛顿邮报拿到了声明的副本 就是照片 反正内容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边就披露了很多细节 有很多情节 听起来都非常的惊悚 第一个最惊悚的 最让人一听 哇 一下子就什么的 李源潮叛逃至香港 惊悚不惊悚 没有反应呢 我再说一遍 再来一遍 李源潮叛逃至香港 这个演技我给满飞 你知道李源潮是谁吧 不知道 李源潮混那么多年白混了 连老公都不知道是 李源潮以前最高当过 国家副主席 这也算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了 好 王立常说 李源潮在内斗中失势 然后曾经叛逃到香港 李源潮不过失势 大家都知道 曾经有一度 尤其在习王时期 就是说习近平王岐山 那个时候 王岐山是中纪委书记 一般来讲 我们以前都是比如说 比如说像江湖 胡温时期 胡锦涛是书记 温家宝是总理 对吧 都是按这样说 或者是江泽民和周庸基 对吧 都是这样子 但是到了习近平 李克强 基本上我就说成吉祥物了 靠边站了 就是说是习王 一个是习近平 下面二号人物 就是王岐山 在习王时期 当时传出来 很多次要对李源潮动手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对他动手 不是因为把他放过了 而是因为前面 要扮人实在太多 一直没轮到他 他算是一个小鱼 实在没来得及 如果来得及也就办了 但是就反正没办了 当然各种传闻 还有人说是胡锦涛 给他求情 不管怎么着 反正最后就没办了 然后那段时间 就是说老是传出了 李源潮要完蛋 李源潮要完蛋 但是最后也没完蛋 然后王立强说 说曾经你们不知道 说李源潮失事之后 知道自己要被抓 害怕了 就叛逃到香港 准备要跑 要跑路了 然后王立强说 他与多个中共情报人员 一起奉命 要向李源潮施压 要求他返回中国大陆 就是说滚 滚回去 不许跑 哪里跑 然后在香港的 香格里拉大酒店 与李源潮的亲友 就是说谈判 然后说为了施压 还要威胁李源潮的妻子 就是说你要不行 给你老婆怎么着 怎么着 然后还说 说要锁定的乐视网 说乐视网是李源潮的产业 对这个事情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李源潮级别比较高 如果李源潮真的曾经失事之后 叛逃到香港的话 我觉得香港那边会有很多的情报 还有像什么南华早报什么 应该能得到消息 我觉得这个消息不应该是王立强 第一个先曝光出来 我觉得南华早报报出来的 或者是苹果日报什么的 这些报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南华早报和苹果日报 之前都没有得到消息 然后突然被王立强捅出来 这个事 我存疑 不能够能证实 咱们证实 能证 能证委就证委 不能证实 不能证委 咱们存疑 咱们现在只能对这事 咱们等先存疑 好不好 反正这是王立强说的 李源潮叛逃至香港 然后这是我觉得是 最吸引眼球的一个了 对吧 另外一个说 说中共军方通过的 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秘密购买了禁止出口到中国的武器 就是美国 还有欧洲 有一些国家 有一些武器 是禁止出口给中国的 他们怎么办 他们先买了武器 然后运到香港 然后把这武器拆了 拆了之后 再秘密的运回中国 这么搞 这个的可能性倒是倒有 这个可能性倒有 然后还有一个 就还是指责的 香港卫视的董事长的王浩 是吧 是总参部的 在总参部担任的军事职务 等于就是总参的人 是挂 就是说是有职的 是在职的 在职的中国的军事情报人员 还有一个说 在香港 他之前不说 他在香港招募中国留学生 从事一些 比如说 然后就假装把自己支持 支持示威游行 然后打入 示威游行队伍里边 然后去骗取一些材料什么的 然后他说 这些学生是哪来的 他说这些学生都是中共 从大陆的南京理工大学派出的 说南京理工大学 是中共军方的学校 这些人都在里边接受了 中共军方的军事情报技能的培训 他为什么跳了这么多大学呢 不知道 反正他这么说 他说是南京理工大学 不过这个挺好 我觉得他爆出来的很多 咱们这些人 咱都没听说过 晚上李源潮叛逃至香港 还有南京理工大学 要专门从那儿 他说这个学校里边 有中共军方的背景 说这些学生们在里边 就直接接受了军事情报 技能培训 然后培训完了之后 从南京理工大学 直接再拍到香港的大学来 反正这是王立强说的 说王立强现在给我的感觉 越来越朝着2.0的小柜子去 天哪行空 咱先姑且都听着 咱都存疑 然后还有一个 又涉及到李克强 著名人物李克强 说李克强怎么回事 李克强当国务院总理 他试图放松 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管制 然后他希望 通过促进P2P贷款 为中国的这种经济 还有一些业务提供的资金支持 因为以前就说过 中国民间借贷有点难 就是说银行愿意把钱借给国有企业 因为借给国有企业之后 哪怕赔了 我不担责任 因为借给国有企业 如果借给民营企业或者私人的话 万一赔了我有责任 对不对 所以他们有担心 他们像个不好借 不好借就出现了各种的这种 就是说黑社会 高利贷互相这种拆借 然后以至于在追账的时候 就出现了各种问题 对吧 以前我们也知道 女的他儿子把追账给捅死了 对吧 出现了这种问题 所以李克强就试图放松的 对金融市场的管制 就促进了P2P的贷款 然后就希望借此来搞活经济 让一些民营企业家和私人的一些人 能够需要资金的人能得到资金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习近平跟李克强不合 那么习近平为了更好的控制金融业 所以他说是习近平打击的P2P贷款 去年的时候是整个P2P爆雷 还记不记得 找很多的受害者 我记得有一个女的 她不还删掉自杀了吗 对不对 我们也报道过 她还删掉自杀之前留了一封遗书 跟她的孩子说能移民就移民 对吧 不要留在中国了 对不对 他说对于P2P平台的这一次打击 是习近平搞的 就是为了因为跟李克强不合 然后说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借口 来镇压了P2P组织 这个有没有可能性 有一定的可能性 因为以前我们也说过 有一个叫吴英 我记得有叫吴英的一个女的 东北的一个女的 这女的很有名 她非常会投资 她就自己搞这种借贷平台 就跟P2P一样 我来的筹钱 你们相信我 你们把钱给我 给你高过利润 然后我一投资 投资完了之后 挣的钱还给你们 然后剩下钱归我 吴英的时候 后来最后这女的被判死刑了 当时就有争议 对不对 以前就有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就说 说吴英的问题在这 就是什么 就是说人家找别人借米 比如说我找你借米 借了一碗米 我闷了一锅饭 然后我说我还给你一碗白米饭 对不对 但你要明白这一碗米进去之后 能出一锅饭 对不对 我到时给你碗一碗 剩下都是我的老婆还有烙的 对不对 但是最后如果不行 是怎么回事 就我这锅米 我进去之后 我刚进锅 还没熟 你把我锅盖借了 我就完蛋了 对不对 时间没给足 时间没给足 对吧 P2P 我觉得也有可能性 就有一些P2P平台 就是什么 钱刚借进来 我刚投资出去 你马上让我还 那就是没有 行吗 那一下就崩了 崩了之后 大家都倒霉 都得吃亏 但是如果我钱借了 比如我答应你5年之后还 你别管 这5年你给我让他去投资 5年之后投资 有所收获的时候 我还了你钱 我还能有所剩余 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说 P2P的爆雷 害了这么多人 是因为习近平和李克强 之间的这种 就是说 这算政治理念 还是经济治理理念 反正不合导致的 导致了这么一个情况 给很多的老百姓 造成了巨大的这种经济损失 是吧 然后他说 就是说 然后但是在镇压的时候 不能说 因为我看李克强不顺眼 对吧 他说 是我要以人民的名义 以人民的利益来镇压 P2P 然后 但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防止中国的经营市场 过于活跃 咱这王立强报的料 咱们先估计听之 是吧 好 然后还说到了向心 说向心说什么 说向心说 如果我留在国内 我不派到香港来的话 或者如果我为你回去的话 就是说 我最起码能当个省长 但是向心说 我不愿意回去当省长 我愿意留在香港 快活 我在这搞个企业 高高兴兴的吃喝玩乐 回去当了省长之后 他有担心什么 他说 就是说北京这些年 派系斗争太厉害 你当了一个省长 你必须要一个派别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站队站错了的话 可能过两年 你就进秦城了 我在香港搞一个企业 表面来讲 跟政治没有关系 对吧 私下得搞一些情报 帮你买点武器 然后我在这做个生意 然后可能一年挣个几个亿 有点钱吃喝玩乐 逍遥快活 我不愿意回去 给我个省长 我都不去 他说这个意思 说这个向心 不过这个也有可能 的确有一些人 宁愿出来高高兴兴的 我也不愿意在那上受罪 而且当了省长 你天天还得在那一本证的 是不是 没事开个会 指点一下江山 是不是 弄块好点的表 你都不敢戴 对不对 以前不有那表书吗 天天的换块表 后来大家都不敢了 担心的出去被人照着 自己戴了块好表 知道吗 都不敢戴了 然后那好的领导 衬衣都不敢穿 然后都穿的那种特别朴素的 就相对这样便宜一点的 怕人家说 你哪来这么多钱 你搞这些东西 对不对 这个想起来什么呢 以前我们天津的时候 就有一个天津 有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市长 就是李瑞环 李润环有一次 李润环的天津是治理他特别的自信 没事 他就让记者问您的问题 看您能把我问住吗 当时天津就有一记者就问说 市长您抽这烟 我看您抽这烟 这什么 反正他抽什么中华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是说您抽 我看您天津抽烟 他说对 抽烟 帮助工作 知道吗 然后说您这一天大力抽几盒 他说要是累的时候 一天得抽两盒 平常一天也得一盒 然后问您这工资多少 您这买的烟 因为那时候工资低 你看李瑞环当工资特别低 你知道吗 说您这烟 您那公司供得上您这烟吗 李瑞环你妈生气说要把烟接了 不知道也没接没接啊 反正当时我们天津都传这个事 你知道吗 反正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呢 你你当个省长的市长就这个就这问题 你抽抽点好烟 别人都在那叽叽歪歪的 对吧 只说你带块表 你知道吗 你都你都有问题对不对 你要是在香港你搞企业的没人管 你想抽好烟带好表开明车 应该的都是应该的嘛 有没有企业家吗 成功成功成功企业家吗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这个还是真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啊 本可以呃本可以担任哪个省的省长啊 哦这他没说 嗯我很好奇 这个这个他没说 好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谈到了这个台湾说 中国呢在台湾呢 给这个亲北京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提供的金钱资助价值约142万美元 折合新台币呢是4321万元 哦 然后呢还要散布的假新闻 攻击执政的民进党啊 说中共控制的50家网络公司 正在台湾的旅馆和饭店工作 用来呢收集情报 那这里边呢也涉及到了一些呢 就是说呃 一个关于台湾有哪个媒体跟他们这个有合作呀等等这些事儿 不过以王立强目前来讲呢越来越像2.0的小柜子呢我们先别说了是吧 我们先别说了反正这个呢你去网上查你都能你也都能查得到是吧 我们把这些呢就是说听起来很吸引眼球的很震惊的那种新闻呢 呃都给大家摘出来说一说呃 我们呢这么说我们现在来讲呢对王立强呢也还是处于一个存疑存疑不能证实不能证明我们先先先存疑啊 有他的这个正面报道呢我们也也要播报 有他的这个覆面报道呢我们也播报 所以媒体呢我们把所有我们楼楼的信息呢向大家呈现出来 是吧那至于大家怎么去评判他 怎么去理解他啊你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那么这个权利呢留给大家 我们呢不做过多的呢评判 好不好 那今天这期呢就讲完了 这就是王立强的这个十七页声明里面之前呢没有提到的一些内容 好好吧 那今天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好吧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